回到第三次的縱萬無雙 我們剛剛的勇者看完電話 眉頭一皺又要賣內臟 起月尾的時候才跟我翻劍痛 你想要怎樣 所以沒辦法的 我等下要拿三隻Sonic的figure 所以始終都是 恭喜你 你的內臟是賣不完的 有重生的 不過看看重生的速率 Sonic要出現 哪裡都打經驗 所以沒辦法 看看朋友幫不幫忙 無能為力 好了 勇者的辭職 今天第三次去到頂峰 為什麼呢 因為想說說勇者的法式史和解答問題 今次想說說勇者近期爆紅的原因 好了 我知道你幾年前 你只是喜歡Sonic哥 但不是太多人去廣傳你的事情 然後一張照片 就突然貼到你 在信我抬一隻Sonic哥回家 一比二 然後原來我起初 都不是太多人說 但靠後近期就越來越厲害了 好了 想問一下 什麼時候會有人專稱你為勇者 以及你突然發跡那一刻 是什麼時候 但你自己知道 應該是你自己最清楚 如果要說的話 應該是我第一次找G-Song的數 為什麼我都要找數 我挑個機 我就說 如果他推出Sonic哥的海報 我就買他十多本的G-Song AC-G-Song 就想不到他不知 隔一期就真的出 豈有此理 我就馬上找數 而且他剛出書的時候 不用過來中頭 就找了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想問 說得出就要做得到 為什麼你要去 我就不要去挑人機 因為我真的很想有 Sonic哥的海報連起房間 但是日本那邊 這類應該也有的 我那時候 還沒有那麼多錢 暫時還沒有那麼深 省著 那時候 你買十幾本的G-Song AC-G-Song 都要百多元 其實我之前見到 Wakeup Girls A1、A2的大海報 都是百多元 100元 我想Lynchobus 都是差不多價錢 不是Lynchobus 自己不太出的 但是問題是 他出掛簿也是3000日圓 可以拿去洗 那就分清楚 自己開了 自己開了那個盤出來 就要找 就是這些叫衰多口三個字 是 你說得對 是男人的 就要有承擔 要找回數 好啦 找完數之後 其實第一次都不是很爆紅 就是你買了十幾二十本 都是叫做 呃 那你那些海報那怎麼辦 那十幾張海報 我公司也唸了兩張 然後我自己家裡也唸了一張 那其他那些書呢 我就留回來做紀念 哦 我以為做紀念 還有做全教 即是有些人呢 如果真的對Sonicot有興趣的 我就把那半AC-G-Song 送給他當全教 你這樣算是全Sonicot 還是全AC-G-Song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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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無所謂 我告訴你 話說明入有Sonicot的海報 然後再跟你說 而已 咁...咁...咁... 沒所謂 無所謂 直入式高高 好啦第二 這個東西也不真正爆紅 跟著 是不是跟你 和第一隻1比2的Sonicot 在信火台之前 是不是相隔不太遠的時間 其實雙隔了應該不是隔了很遠 應該是我找了海鋼條數之後 我那隻1比2到的 哦 即是剛好得那麼短 但那裡還未爆到那麼厲害 我想問一問那隻1比2的Sonic 當時大概要賣多少錢 因為其實這款大的Figure 其實所費應該都不菲的 3,000左右嗎 當初第一隻是3,200元左右 當然我不想問你擺放的東西 擺放呢 要先擺放 擺放的東西才是經典嘛 勇者發跡是為甚麼 就是擺Sonic 回家 好像趙雲在千鈞馬馬之中擺著阿托 這是第一次關掉的 我都說這個叫堅托式火箭炮 哦 也是的 人家都是一樣差不多 我先做一個引子 那我想在座的除它以外 我都買過一些巨型的東西 我買過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例如什麼呢 就是以前Tipemoon出的那把傘 那把傘是Saber的劍 連劍潮 不知道在座有沒有人有印象 那把傘是很重的 也都很大把 因為大家想到了一把傘 大傘 那所以基本上 就和你的Sonicaw 就差不多大小 會比你小 當然 因為那把傘 不會有一個盒那麼大 那我那一把傘就有一個很慶幸的就是 我經過大家都很有名 不過當時你親身去到那個店舖 拿著Sonicaw 當時那個店員有什麼印象 你覺得那個店員會很出現 哇 這麼大塊 是 每個人就是在期待吃花生的一刻 為什麼呢 就是連店員也很期待 是啊 就是打開來看看 不過其實有個小 有個小插曲的 就是當初第一隻 其實我 其實我是虧過一次的 頭一隻 他回來原來斷了腳 第一隻回來的時候是斷了腳的 因為那個盒子太大 而且那時候的店鋪是比較小的 就是無謂在別人的店鋪 阻礙別人做生意 就是開官驗屍 阻礙別人做生意 所以我唯有抬回家才看 那怎麼辦呢 那隻斷了腳 那隻Sonicaw 不 再抬回去 這樣 我以為你回去 那些畜地 叫他換 叫他換 就是他肯換給你 可以 哦 那OK 但是我想問 零來我知道 如果遇上一些 order這麼大的東西 其實要怎麼勸他們運送回去呢 如果來到香港的話 他好像Sonicaw 那當然勇者這個是很特殊的例子 因為他可以 他可以單手就抱起Sonicaw 是1比2的Sonicaw 勇者當然可以單手抱起Sonicaw 正常是做不到的 因為好像5-6K左右那樣重 是9K 我覺得台把JK都好像4K多 9K 所以你的Sonicaw肯定重一點 是啊 1K差不多20幾個 是啊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你白街買袋 8公斤的重疏少少 哦 就是 不是很重的 那你通常會這樣 你不是有個手抽 那隻東西不是 Sonicaw不會把你的手拿著 真的沒辦法 反而我就沒有這樣的指力 公主抱負他 OK 那通常你有什麼建議 其實都是主要在包裝上面做好些 讓他在拿的過程中 比較輕鬆 比如用尼龍繩去打幾個結 換花花紙 花紙就看看你是否喜歡他 還有看看你是否送給別人 那是否新娘 你想說 不是 有時候有些人會害怕 不會的 因為本身你來到這些情況 他一定會連同我們的卡通盒 連同整個卡通盒給你 所以你回到家 你不會要一個卡通盒 卡通盒只是打個名字 然後我連你把南極圈的報紙 但是很糟糕的 那個盒很重的 但是你運送過程 你是要過盒去保護 有些人會想保留他原生的盒 卡通盒裡面還有一個盒去安裝 很大的 不過我想問你有沒有少過這樣的經驗 我告訴你 你應該沒什麼這樣的經驗 我買過Figure 你有沒有買過1比2那麼大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是你去台的時候 你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我是抬不到 抬不到 那我就想問 那時候你是不是沒有卡通盒 其實還有一個咖啡色盒給他 不過我又要 懶惰東西 當給店員小費 為什麼要給小費 拜紙皮小費 他們不是卡片阿婆 給小費這樣給 所謂的勇者都小費 就是一個卡通盒 一個紙皮盒 不是卡通盒 不要緊的 紙箱人好多是喜歡的 近期我們在CW 都很多人 cost紙皮銀 今天都可以的 當然 另外一個人就說 你抬的時候 紙皮就不見了 然後整隻Sonico盒 就會被人見到 好了 當時在那裏抬出信和的時候 會不會惹來很多 細足的眼光 那些人讓路給我 已經很開心 那怎樣 有沒有人眼睛 你都知道 信和附近很多 稀流 其實我看不到的 因為我的視線瘦了 怎樣 你想想我拿著那盒東西的時候 我的視線其實有點瘦了 我看不到左右 有時候看不到油 有沒有撞到人 沒有的 因為別人肯主動養一條路給我 我很多謝他們 當然 在台出信和也不要緊 在信和走去火車站 這件事 我都想知道怎麼走 怎麼走呢 現在不是沒有行人豬肉虛了嗎 首先和我的朋友 下去到羅毛坊 對面那間吉野家吃了東西 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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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在旁邊吃 跟著 跟著 在阿佳佬街的 那間 打筆 就坐在文青 跟著 就走上火車站 那你的尼克放在哪 一直在其身邊 你長征 對 其實在跟朋友走路 我想問 你的朋友的感覺 我知道你的朋友是同人畫師 我在現場 當日 你怎麼想想 這是第一次 第一次我不在那 第二次我才在那 你第二次的感覺是怎樣 你會不會覺得 糟糕 很可憐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尷尬 尺寸 也會有 我不像一個尷尬的人 不過是可以的 因為其實 他在吃飯餐店的時候 他當下一個位子 像一條柱子一樣 有很多人附近的人在那邊看著 或者看看是甚麼 嘩 這麼大盒的東西 眼光充滿好奇心的 那有沒有人去搞 那又不敢的 始終怕摸完之後 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 可能裡面不知道是甚麼 所以 在高等那裏也有人說 裡面是裝滿白粉的 結果 有很多人在後面拍了照 發覺有人跟你拍照 在後面拍你的照 真的剛好 有個羅利版人 他拍了我的照 誰知道他真的追我 追到吉野家裡 附近一比二拍照 即是他追著你來拍照 是的 那那時候你會不會很尷尬 或者說很奇怪 其實沒有 但原來他是我Facebook的朋友 所以沒有問題 但為何會這麼巧 撞到你去拿貨 然後你去拿Sonic 其實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捕著我 因為我曾經有說過 我是哪一天他上去拿的 我想問你公佈你自己上去拿的心態 即是想說我現在去拿了 大家來拍我 結果搞到有人改圖 其實我是天然外 打完這句話之後 share了 已經放了出去 然後才回到這裡 即是這些 我自己不自覺地這樣爆了 但我又不好意思 剷了 既然打了這句話出來 我沒理由還收回他 第一次 第一次台就沒那麼厲害 第二次台就真的很多人說了 即是連新加坡美國那邊都經常拍 第一次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朋友說 在外國的網站都看到 即是現在更加厲害 即是變成一個紅人 動漫界的紅人 那你對這件事情 你怎麼看法 即是你是想說我不要 不要再傳 或者我自己喜歡Sonic 大家不要這樣 還是你知道這些事情 其實我沒想到這麼長遠 這些 有沒有覺得壓力 壓力的話其實 其實有什麼 即是壓力的話 我慘了 我看了一本什麼什麼 鬆的 已經看到了 勇者也是 本周焦點也是我 又是勇者 會不會有一點點壓力 或者有些人經常認得到我的樣子 即是這種 有個面具遮醜的 你拍照出來那些 就有面具遮醜 但你相信我 沒辦法拿著面具 去拿那隻Sonic 其實很多人 都不會故意你的樣子 那時候 他們的焦點是看著那盒 會多於我看我的樣子 但也會有人 為何會這樣問呢 因為這次C-38 很多人找你拍照 我會多謝他們 支持 你對勇者的名字 我知道你都可以接受 但是 好了 講完這裏 你遇到他們那些 那麼多粉絲 你的心情是 除了你說多謝他們之外 那你還有什麼 有沒有其他心情 我的心情就是 是 原來我也有那麼多人 支持的 有那麼多粉絲 你也是歡喜的 是 是歡喜的 尤其是 我沒想過會有那麼多女粉絲 是 這個我可以做人證 他真的有很多女粉絲 但我想問一件事 大家對此力這件事 有什麼看法 呃 零來講先 能吃的嗎 正常人會有的 其實我覺得勇者的此力 其實我覺得勇者的此力 我今天有點懷疑 我覺得勇者的此力 可能很高 我想說一件事 因為我認識 Leon 其實有兩三年 我認識 因為之前曾經有試過 一些同樣的合作 以我所知 我感覺上 我沒有想到 他會抬那一比二 Sonic 回家 我以我認識他 他不像那些 那麼高此力的人 但是 他抬起來 我就覺得 咦 我輕心想 我抬而已 可能沒辦法 要抬 焗死也沒辦法 但是他抬完一次 又一次 我就開始有一點好奇 所以這件事 我就有一點好奇 為何會這樣 不如現實一些 去想想為何我抬 買兩隻 因為我拿完一隻之後 還有錢租車 拿貨嗎 所以 有時候有人說 我買了一隻就夠 還有 近期 會被人感覺上 有些高度 招搖 類似 即是 自己會戴面具 坐在家 左面 左面 右面 又是一個曬黑的 他照片 後來的照片 甚至她會偏向 一些照片 在Facebook标 我會覺得 你未曾經是一個 Sonic бог 但現在是很享受 生活的 即是 android 我是勇者 你们做不到冬姐,我做不到冬姐 我是这种感觉,你有种类似的光荣感 我感觉上就是,你以前不像的 以我所知,你那几年前就不像 应该是现在我比较着重比他们娱乐的心态 有个花生吃下 即是你乐意制造花生 你特意制造那些花生 难道我要做到像人员工那些吗 即是爱好者之类的,反正我都买了回来的话 就无谓有些东西收收了 反正大家都知道的,分享一下给人看 有些人觉得你是炫耀,但有些人觉得你是想传教 这件事我想怎么办 你是拼向哪方面呢? 其实传教会好些 因为作为一个作品的同好 其实帮套作品传教,我觉得是一个义务 反过来,我说我自己那一遍 即是我和我朋友,大家都存在一堆东西 你存在一堆东西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布上来 都会有一种就是,大家看过这些东西吗? 会有一些这样的心态 你不会说是炫耀的,老实说 因为有些人会回覆你,就说这本我也有 那你有什么好炫耀呢? 又不是有什么很奇怪怪的事,老实说 但问题就是,你会介绍给一些不懂的人 知道或者觉得,哇,正我这个,很厉害 那你不是要求那种很厉害的心态 也不是,因为隔着电脑那个人觉得很厉害 对你来说,你不会有什么特别得着的,老实说 但是你是在分享你个人收藏的那种喜悦出去 那这种分享的喜悦,其实在ACG圈里散是好的 那当然,做不做勇者呢?另外一回事 不过我还想问一下勇者的一个问题 你会不会在你的图里再介绍一下 譬如你这种figure是什么,那些资料是什么 因为我看你较为着重于数量,反而是 不如我回答一下之前主持的问题先啦 就是sonical那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我喜欢的 而且我给大家知道sonical为什么会吸引我之类那些东西 如果刚好有人说他那些东西,我会用我自己的角度来跟他说 就是未必是比那样东西有什么又成 可能你眼光是这样而已,我会尽量用好的那方面告诉他 简单来说是传教 作为一个爱好者,也想大家更加喜欢那样东西 所以作为一个粉丝就有这个义务去传给别人 不要只看个爱貌的东西先啦 嗯,其实我们在咪后曾经问他这种问题 想在咪里面说的之前 但是我在咪后是被人瞬间KO了 那现在再重复多次的问题 是啦,就是再被人K.O.多次一遇就是会是啦 那因为,老实讲,刚才之前头的几节都讲过 就是说sonical是近年来 N Plus的Neo Chopas 他的一个代表人物,或者代表的角色之一 就是很重视 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说是比较早期的年代 就是可能说是十年前 虚冤还是写着当下的剧本很主要的时候 那个时代,就是跟中央东口那些那个年代 就是沙耶之歌,鬼哭街 刚才讲到那一类的作品 对比下去呢,我们很多时候有些人会觉得 就是说旧时一套的N Plus 那种硬派啊,那种科幻啊 或者那种恐怖,或者是 那种魅力啊 那种特殊的魅力 是其他游戏或者其他作品是给不到的 但是很遗憾就是 很多时候一些旧派的粉丝就会觉得 现在可能他转向了,或者去了sonical啊 或者其他同类的东西 其实口味就比较大众化了一点 所以其实当时又想问 勇者,你怎样看回更代用N Plus的感觉呢? 我不管他,我喜欢sonical就够了 除了沙耶之歌之外 我只是懂sonical 我没有特别认为N Plus那些东西 不过,讲完sonical这些东西 不过,有很多人问你这件事 再问两个问题 就是说,这么多sonical抬了回家 怎样处理方法才最好 因为很多人说 对于figure的处理 或者对于这么多精品的处理 在家里放出来,如果你不封好它 其实就真的很容易封城 或者很容易出问题 那你家里这么多,你有没有打理的心得呢? 我只要弄到一个可以隔层的櫃 其实那些细形的figure 就没有太大问题 最主要是那两只1比2 就要定期帮他扫层 我建议给你 不过问题是你肯不肯做 如果重型少少 因为你有两只 你如果留意有部分的电视组合柜 有两边有巨型的玻璃层架 那你只要把玻璃拆出来 那两个玻璃层架的位置 应该够你放两只sonical 那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买一些单栋式的玻璃 大概有四层那种 你把玻璃拆出来 那就可以一个玻璃拆出来 那就可以一个玻璃拆到一只sonical 但是一个玻璃是一千元的 放心 这一样东西 我就打算迟些帮我的电脑房 安装一安装 把旁的床扔掉之后 整个层架放了 即是睡都不睡就是sonical 不是 我有两间房子 一间睡房 一间电脑房 而电脑房那里 我有一张玻璃拆的床 那张玻璃拆了床 我打算拆掉它之后 自己在公司整个层架来放 哦 现在也有一只 IKEA也有一只 剩玻璃柜 有机会放在这里 自己弄不用钱 你喜欢 那当然 勇者其实对这些木工 金属工 都很有研究 不是有研究 只是 刚好做开这一行 若我脂小小 就自己尝试做 其实真正的用意 是用公司的材料 不用自己买 那么坦白的 我又被人KO 真的很坦 我们主持很少见Iron 被人KO 十分钟之后 被人KO两王 是很少见的 最后我都想问一问 近期 我在网上开始 看到很多年轻人 年轻人 就说要挑战你 例如 有什么挑战呢 例如 喜欢背着 那些poster行街 例如 怎样背着poster行街 听不明白 例如 例如 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同人活动 大家背着 那些毛巾 那些角色毛巾 就像浪衫 浪在自己的背上 就说 我很喜欢哪个 我很喜欢哪个 我很喜欢Umi 我爱Umi 类似 类似 例如 有些更严重 可能要亲吻poster 或者poster 那些 我见过有些人说要挑战一下你 那你对这些有什么看法 我也知道 大家都觉得这些很少学的行为 但是 先说 你对他们挑战你有什么看法 觉不觉到有恐惧 大家不要想特别做些东西出来 那些挑战 我觉得 无谓 可能近期 我不针对什么 有一批人 对 那一批人 那些行为上 可能是突出自己 但是要顾及下四周围的 真的要顾及下四周围的人的 那些感受先 正如 为什么大家叫我做勇者 心一层 其实是紫笑紧 但是问心那句 别人是 别人是给面子才这样 所以 所以 我很乐意接受 我觉得 勇者有四个字 想带给大家 是不是量力而为 想清楚 好 那 其实 都是说真的 是不是三思而有行 你不要做一些事情 去破坏了整个 大家对动漫界的观感 或者ACG观感 是不是 其实我是觉得 你 先尊重你自己喜欢的角色 首先 第一件事 由爱开始 就不是用一些特别的行动 去开始 但是 这个我觉得不行 你说 用一种爱的行动 爱的行动是很空泛的 有些人可能觉得 人形五公很有爱 有些人可能觉得 对我投入群里 很有爱 有些人觉得 你很难 define 我想问 凌鲁可不可以 define 你作为一些 虽然圈内人 又不是很重度粉丝 其实我某个方面 是重度粉丝 不过都不会这样做 要考虑 你有一个喜好的同事 你也要考虑 社会对你的眼光 两样东西 要取得平衡 勇者 我自己觉得 勇者和其他 比较怪弹的行为 那个主要的差别就是 勇者 他只不过 或者说得简单些 他抬一只figure回家 他其实没有做些 很奇特的事 只不过 那只figure 尺寸比较大 我自己觉得 勇者的照片 冲击的地方 Sonic果固然是 但是 他单手托起 这么重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相对于其他 一些比较有问题的行为 那我就觉得 你也要考虑其他 所谓的圈内人 对你的目光 不可以令自己失礼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其实我也插背了 可能有很多人看到勇者 托Sonic果回去 可能他们以为 是个挑战的行为 其实我觉得勇者 根本是纯粹 将自己的喜好 买回家 他不是对任何人 有什么宣战 或者有什么 原意的目的 不过可能 他做第二次 可能因为勇者 现在和人们分享 玩一下 会说 自己什么时候去拿 或者买了什么 会铺上去 其实是纯粹一个分享 而不是在其他人眼中的 挑战 或者 原意自己的勇气 我敢买回你们 你敢不敢 不是这种想法 他纯粹只是 将自己的爱好 因为老实说 我想大家 Facebook 不少朋友 有时都会说 5点出王国 一定有人见过 你觉得你的朋友 就是炎耀近 分别就是 他有东西要拿 他没有东西要拿 你说这东西很大 那是不是特点 以飞架为例 是 但问题是 如果他抬一只脚架 你觉得朋友很特别 那东西是这么大 你想我怎么办 那是没有东西的 如果你这么说 搬雪柜的工人 就是怪兽 那是不行的 他有货车 勇者没有货车 你下次租车 就没事了 我还有这样的钱 当然 我知道勇者 你有没有什么寄予给他们 没有寄予 这些东西是要靠自己想的 我记得你说过一句 你想清楚一点 是 当然 最后一个 你心目中 人家就专称你为勇者 但是你心目中 勇者的形象又是什么呢 可以随便进人家家 开人家的桂筒 搜寶物 这个搞笑 这个搞笑 那个不是盗策 这些津匪 很多人都说 职业是勇者 可以随便进人家家 搜人家桂筒搜寶物 那你要换吉他太老伯 多好啊 这个题 勇者的形象 其实我一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说比较像一个英雄 会不会是比较像英雄的形象 之类的说法 最重要是你自己觉得 勇者就是人家的名字 安秘的 最重要是你自己觉得勇者是怎么想的 可能我比较旧派 最重要的就是 尽力 好像帮一下自己的朋友 之类的有什么 就是 意志行先 以弃仔女 对于创作路 或者sonico 未来会有什么大計 创作我会继续 以一番联创的漫画来画的 就如果sonico那里 其实我有想过 会画他和肥肉指一齐的同仁 但是我暂时未想得出 所以我就先割置他 就会周不时画一下sonico的插图 反过来 補多最后一条问题 因为刚才都说到 勇者是会画sonico的同仁 sonico的公司 因为我们也提及过 就是neutral plus 也就是en plus 但是en plus 之前就曾经出过一个 statement 就在那里讲 二次创作的问题 那勇者怎么看这件事 你觉得我能够去到 那个卖数吗 不是 那意见都总有的 其实我不特别介意 这些东西 因为可能本身我是一个 细手 我是没有想到 我自己可不可以 可能去到这个数 而被人投诉 但是你现在要明白 你现在因为 你已经是聚集了一批粉丝 你绝对有可能 会遇到这样的一天 你可能会用念力 然后被youtube帮忙 你类似的 就是可能 念力成功 然后很多人 你那里排了大堆 变成第五个大手的香港 这样的话 麻烦大家 大家说句话 让我印定那些量 即是预订就没有事看了 我今次坦白一点 我今次本身的同仁志 我都是卖了三十多本 我真的没想过 可以卖到他 二百本 二百本那些量 我是没想过 作为我这些细手 是看不到的路 第二有没有想过 将来再开门 因为你今次的支持度 已经上升了 将来再买五十 一百 靠念力可以买到八五二百 其实我没想过 这个问题 因为我是很顺其自然 这一样 就香港的同仁场来说 其实很现实 就算你看到Facebook 有多少人支持你 其实他们未必真的会做的 这些事情 对啊 突然勾起我一条问题 你对香港的同仁场 最后一条 香港对香港的同仁场 有什么看法 近年来的演变 我会与盖 就少了很多同仁的漫画出现 就真的多了太多插图本 跟着精品之类的出现 就真的少了很多 或联创之类的 你都可以对一些主办 或者对一些活动 都可以发表一些意见 当然没有开名 不是我欢迎开名 没有特别意思 因为这些是个人的喜好 所以都介入不了那么多 因为我见你之前有个status 就说你不是很想再参与一个活动 那如果你说同仁展 那你对CW怎么看 嗯 经过几次 整个同仁场 就是发生过 类似明光社那些 来踩场的事件 就是捉了一些 他们可能认为 违禁本 就是十八禁本 之类那些问题 但是没有处理得妥当 就是他们反而 还要当自己一个局外人 去不管 上一届 其实黑猪白猪 就比大会这样玩一玩 我已经觉得CW 其实不看重 我们每一个同仁的作家 所以就下一次开始 就不再参加CW 那反过来 现有的RG 近期就说是折当的了 但是我想问一问 那你RG有没有放呢 就是在那一天 才有人跟我说 RG折当了 我非要播得多了 但是我想问 如果RG有机会 你会先报 其实如果有机会 只是看我的朋友 朋友说如何 但是如果RG 是开放给你们报的 你是会报的 其实是 你是有兴趣的 interest to这个RG 正常会的 不过我想下一次 如果玩的 可能会尝试一下CP CP有第二届 最近已经说了 是的 那你寄望CP 和另外两个 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寄望CP 有个长摆 可以保障 只有一些和别人的作家 之类的 我就会比较 好一点 我会觉得 好像十八禁本 那些 其实 照翻译别人 日本CM 他们会帮你 他们会查书 免得你本书有问题 然后摆出来被人捉 之类的 可能 这样说 未必对 我有朋友说过 其实都挺有道理的 我们给了钱玩 你应该要有保障我们的义务 我不会完全认同 可能我说得不好 因为我不是那么记得 他说得好很多 我就不是那么记得 但是好像黑猪白猪 那样 上一次CW 说他们 是不是要 应有的指示量 或者叫做 保障就难过命 不止保障我们作家 还要保障他自己本身的名语 是啊 OK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